这里菜的味道虽然和我们那边差不多 不过这口感比我们那边强多了 令晨尝了几口桌上的菜之后 端起了酒杯 喝了一口漫不经心的道 确实是 蒙智一边吃着菜 一边点着头 而飞刘呢 则是在那边高兴的吃着 不发表任何的意见 看起来这里的菜很对它的口味 那是当然了 梅肠酥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微笑道 这里的天地灵气比我们那边浓郁的多 这里的东西 常年在这样的环境里 或多或少都会沾点灵气的 吃起来的感觉 当然和我们那边不一样 小说 这时蒙智的身子 略微倾向梅肠酥 低声稿 咱们来了好一会儿了 怎么什么有用的消息都没有探听到 这些人全都是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根本没什么用啊 蒙大哥 有时候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是有价值的 不要忽略它们 梅肠酥微笑道 可是 蒙智还想说什么 但是突然看到梅肠酥 给他使了个眼色 制止了他 然后瞥了一眼楼梯口 而这时呢 从楼梯口上 来了三个神情傲慢的年轻人 他们扫了一眼楼上的时刻 当目光落在梅肠酥 他们这一桌时 略微停留了一下 便移开了 这三人来到离梅肠酥不远的桌子坐下 这时 伙计赶紧走了过去招呼 小说 这些人是什么身份啊 蒙智好奇的问道 令晨呢 也抬起头来 好奇的看着 天宗 梅肠酥没有开口 只是用传音 入耳告知了三人 蒙智和令晨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这个天宗 梅肠酥给他们介绍过 是凡界最大的势力 也许 从他们这里 能得到有用的消息 四个人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聊着一些琐事 但是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刚才上来的三个年轻人的身上 而那边的三个年轻人已经点完了菜 现在正在聊着天 等着上菜 只听其中一个年轻人道 张师兄 听说你的轻微剑法又精进了 以后还请张师兄脱脱照顾师弟啊 咱们张师兄可是剑术人才 年纪轻轻就已经把轻微剑法练到了第三重了 要知道咱们宗理除了司徒大师兄和白师兄在这个年纪做到过 也就只有咱们张师兄做到了 哈 哪里啊 我也是刚突破不久 两位抬举为兄的了 为兄怎么能和两位师兄相比呢 那个张师兄笑着谦虚道 但是他的眼里却透着一股狂傲和得意 哎 对了张师兄 我听说二长老打算收你为徒 是不是真的呀 其中一个年轻人好奇的问道 那眼神里啊 充满了羡慕 真的 另一个人惊讶道 然后转过头看向那个张师兄问道 张师兄 周师弟说的是真的吗 嗯 不错 张师兄微笑着点头道 当初我刚突破剑法第三重时 二长老就找过我 说让我出来历练历练 等回去就收我为徒 恭喜张师兄 白师兄身死秘境 那您就是咱们宗内仅次于师徒大师兄的了 以后还请张师兄多多照顾 两位师弟笑着讨好道 两位师弟不要乱说 我怎么可能和司徒大师兄相比呢 那张师兄呵斥道 不过呀 看他的眼角笑容就知道 他就是这么想的 不过接着他话锋一软道 说起白师兄 我想起了一个人 师兄可说的是哪 林书 周师弟问道 当听到林书两个字的时候 远处的令辰和蒙志同时看了一眼梅长苏 不禁想起进城时 梅长苏特地易容后才进来 两人眼中充满了好奇 不知他做什么事情 能让天宗的弟子挂念 而梅长苏呢 自始至终都很平淡 没有任何表情 不错 就是他 半年前他杀了杜师兄 之后 梅长老也可以说是因他而死 并且去两街山的时候呢 他沿路杀了我们许多的师兄弟 而且宗门也怀疑白师兄和刘师兄是他杀的 因为双鱼秘境的特殊 进去的人关于里面的记忆都消除了 不知具体的情况 而且秘境关闭之后 也不见他的身影 只是有人看到一道黑影迅速离开 有人怀疑是他 张师兄道 这半年了也没有找到他 不知道那个林叔躲到哪去了 周师弟道 我想肯定是怕了 估计躲到哪个狗洞去了 另一个年轻人嘲讽道 幸好他躲起来了 不然的话呀 遇到我们张师兄 他肯定会被打得屁滚尿流的 秦师弟说的 大胆 那个张师兄准备谦虚一下 不过刚张口就感觉到 从旁边急速飞来一个物件 攻击了过来 顿时怒吼了一声 一掌拍向了攻来之物 同时 九楼的其他时刻看到打斗后 纷纷慌乱逃跑了 而在另一边 飞流正愤怒的看着那个秦师弟 刚才是他侮辱了自己的苏哥哥 令辰和蒙志 此时一脸震惊的看着飞流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飞流会突然出手 他们想阻拦的时候呢 已经晚了 而梅长苏则是眉头皱了皱 轻声对令辰和蒙志导 蒙大哥 令辰 你们不是一直手痒吗 现在可以试试你们的身手 那个秦师弟和周师弟交给你们 那个张师兄交给飞流 速战速决 虽然惊讶梅长苏的决定 但是两个人都不是一般的人 迅速就冲了过去 而飞流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向那个张师兄冲了过去 梅长苏之所以动手 是因为这里是天宗势力的范围 飞流因为维护他出手了 以天宗那些人的性格 是不会善了的 所以呢 先下手为强 而且这三个人的修为 和令辰等人差不多 那个张师兄修为最高 是玉空静中期 而飞流呢 是玉空静初期 不过他是龙族 越级战斗没有问题 而那个周师弟和秦师弟 都是班山静的巅峰 蒙志和令辰两个人 都是班山静中期 但是两个人一个是狼牙格格主 一个是大将军 他们的战斗经验 不是两个天宗子弟可以比的 而且呢 在大梁世界这半年来 梅长苏也时常和他们交手 并且给他们讲解 修士之间的战斗 现在正好啊 也让三人体验一下 修士之间真正的生死战 此时呢 那边六人已经站在了一起 天宗三人用的都是剑 飞流用的是一套拳套 蒙志用的也是一双拳套 是当初梅长苏在拍卖会上拍的天雷拳套 令辰用的是一把三品灵器的长剑 这是当初白羽用的 六人交手没一会儿 整座九楼啊 就在他们的攻击下倒塌 而飞流呢 已经和那个张师兄打到了空中 说实话 那个张师兄的剑法确实不错 但是和飞流的拳法比起来 就差的有点远了 自从他的飞龙魂解封之后 他的传承记忆已经觉醒 实力提升的非常快 此时他施展的拳法 名为苍龙拳 拳出如苍龙出海一般 气势磅礴 威力惊人 虽然那张师兄的轻微剑法 灵巧诡异 如刺激的毒蛇一般 但是在面对飞流这种 威猛刚毅的拳法时 总有种无从下口的感觉 你们到底是何人 胆敢攻击我天宗 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 那张师兄一边攻击 一边呵斥 他想用天宗的名头 吓住这些人 因为他感觉到 这个少年的攻击力非常强 虽然他比这个少年 高出一个境界 但是却渐渐的 有点招架不住 他的剑 每次碰到少年的拳头后 都会被震得手臂发麻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肯定有危险 但是他的话 对于少年 没有丝毫的作用 那少年啊 好像找到了好玩的东西一般 满脸的兴奋 同时攻击呢 也越来越快 两人的下方 此时蒙志和那个周师弟 已经交上了手 虽然两人相差了一个境界 但是占上风的确实是蒙志 蒙志每一次出拳 都会带着灼人的热浪 拳过之处 好像有火焰燃烧一般 那个周师弟的剑法 虽然刁钻灵巧 但是根本就突破不了 蒙志的拳杠 渐渐的 他只能被动防御 眼看着情况越来越危机 他忍不住朝两旁看去 他希望其他两人能够帮他 但是就这么一分神的空隙 蒙志 蒙志抓住了破绽 震开了他的长剑 猛的上前 一拳砸在了他的胸口 顿时 一片雷光和火焰 弥漫了周师弟全身 精彩内容 我们下集再见 这一片雷光和火焰 我们下集再见